欢迎收看本期电影漩涡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影片是由维克多·弗莱明 乔治·库克 山姆·伍德联手指导的爱情电影《乱世佳人》 本片由克拉克·盖博·费文利 托马斯·米切尔 海蒂·麦克尔·丹尼尔斯 奥利维亚·德哈维兰等人主演 该片在豆瓣频分高达9.4 更有好莱坞第一剧片之称 曾获得第十二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等多项奖项 这部电影原本改编自小说《飘》 以美国南美征战为背景 它主要讲述了战争期间 斯卡利与白瑞德之间的爱情故事 斯卡利从小便喜欢爱希里 他渴望有一天能嫁给爱希里 然而造化弄人 斯卡利一直求而不得 在南美战争爆发之时 斯卡利遇到了商人白瑞德 相处期间 不管斯卡利爱不爱自己 白瑞德始终都对斯卡利一往情深 不离不弃 那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白瑞德伤心离开 到这一时 斯卡利才发现 自己早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了白瑞德 于是斯卡利踏上征途 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爱情 南美征战发生之前 南方的农场主们过着奢靡的生活 他们手中拥有众多的农作物 及黑人奴隶 而当时黑人奴隶的地位极其低下 他们过着最底层的生活 对于这一现状 北方的美国人率先发起了反抗 他们反对南方奴隶制 渴望解除这种制度 于是南北之间发生了战争 自从战斗拉响 斯卡利作为其中一位农场主的千金 他的生活 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俨然从生活优渥 沦落到四处奔波 但这个过程中 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信念 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爱情 年轻的斯卡利 向爱慕对象艾希里表白 但是遭到拒绝 眼看自己亲爱的艾希里 和别的女人无比恩爱 斯卡利嫉妒得都快要发疯了 于是赌气之下 他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人 及西卡利妻子的弟弟 然而新婚没过多久 斯卡利的丈夫便逼死在出征路上 就这样 年纪轻轻的斯卡利成了寡妇 对于丈夫的去世 斯卡利并不伤心 因为直到这时 他心中 始终爱着已经结婚的艾希里 抱着这种爱恋 斯卡利对白瑞德的关心 一直视而不见 只为了答应过 要帮艾希里照顾好梅兰妮 斯卡利在敌军来袭时 果断地替梅兰妮接生 虽然斯卡利无比讨厌梅兰妮 但在这种危急的时刻 他还是遵守了自己的承诺 最后在白瑞德的帮助下 斯卡利带着梅兰妮和孩子 返回了他老家的庄园 但是战争很快就涉及到庄园那边 眼看母亲病死 父亲痴呆 并且家里也被洗劫一空 斯卡利一直没有放弃过 面对这种艰难的环境 从来没有做过农活的斯卡利 开始带头干起农活 他要求妹妹们也出去干活 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这期间斯卡利一直照顾着 生病的梅兰妮及她的孩子 可见斯卡利是一个敢爱敢恨 有情有义的人 生活越来越艰苦 为了一家人能够生存下去 斯卡利毫不犹豫地 抢了妹妹的未婚夫 肯尼迪 面对妹妹的拥抱嘲讽 斯卡利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人存活下去 然而好景不长 肯尼迪很快就因为帮她报仇 而被人打死 就这样 斯卡利再次成为寡妇 就在斯卡利再次扶桑期间 白瑞德突然出现 并向她表白 受不了再次丧夫 斯卡利同意了白瑞德的求婚 就这样 斯卡利开始了第三次婚姻生活 不同于前两次的婚姻 这一次斯卡利接受到了无尽的宠爱 即使白瑞德知道斯卡利心中 一直有爱希里的影子 她始终没有放弃过对斯卡利的爱 直到他们共同的女儿不幸摔死 白瑞德再也受不了斯卡利对自己的态度 于是她带着伤心离开了斯卡利 到这时 斯卡利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已经爱上了白瑞德了 于是 她踏上了寻找白瑞德的征程 战争是如此的残酷 乱世佳人这部影片 不仅带我们感受到了南北战争期间 美国国民的生活状态及场景 并且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坚强不屈 任何时候 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我们都不会被轻易打倒 就像影片中的斯卡利一样 不管在什么困苦的局面下 她始终都坚信 自己一定会改变现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